两名中国学生18号到陆路交通局办理更新路税 因为语言不通而遇到困难 一名精通华语的马来女官员沙菲卡 随后竟用中文化解尴尬场面 这段视频在网路疯传 引起网民热烈点赞分享 经过记者跟进采访后发现 沙菲卡拥有华语血统 从小就跟妈妈和娘家亲戚用华语沟通 学前和小学也在华校就读 学院毕业后 她原本在波州陆交局执法组工作 但是因为懂得说华语 而被换到服务柜台工作 这也让她帮了不少人 我们全部如果有什么人来 我们都一定要放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